我XX 我XX你 我XX 老娘就是一个能开B12手动的女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手动挡都是与廉价和低配相关 有一次我开着我的BRZ 我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开个车那么忙 比第一次大佬还忙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手动挡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连很多厂家 也不再愿意推出手动挡的车型 但是我们公司20多个同事 却有超过20台的手动挡 因为开了手动挡 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在掌控车辆 对于一个喜欢驾驶的人来说 没开过手动挡 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接下来我们将拍摄一系列 致敬手动挡的视频 那我们第一期先从最牛的开始 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开 彼此爱的手动挡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上 蓝国基尼传奇的跑车 Mertilago 这是台01年元年的大牛 有多稀有呢 在当年只生产了80多台 是全世界哦 而且你知道这台车车况有多好吗 9000公里的准新车 车主说没什么问题 注意点就行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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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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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力 像喷泉一样来啊 哈哈 哈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内密财002 哈哈 一个正常的女性 看到一颗叶明珠的时候 小泽 哈哈 大惊小叫 大泽失去女子了发疯 原来一个男人 开上了一台V12的 手动扇满了 这么近的时候 他也会控制不住情绪 而且是在我已经开过无数的超跑以后 开这一台 Merchelago 哈哈 我远去哪 他套不得黑啊 他给你那种愉悦感 给你那种窒息感 那种V12的声音 那种快感 那种人车的交流的感觉 那种车一台 上一台 V12蛮牛的那种激动 所有的自己在里面 我的泪水 引不住 从我的左眼角这里露出来了 你知道吗 开在帕加尼的时候 我也没有这一种激动 因为对于一个小朋友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他不知道什么叫帕加尼 不知道什么叫科尼赛格 红色的法拉利 黄色的兰博基尼 这就是孩子们心中的神 而今天开了这台Merchelago 我就想起了上次我在凡帝港 西施亭教堂上面 顶上灯的那幅壁画 开着Merchelago就是这种感觉 V12的车有很多 但是中置法拉利也就只有 他们10年限量款有 像Enzo、Lafa那些才有 Martin、Valkyrie、帕加尼、Zonda 哪一台不是千万级别的神车 所以突然间发现 兰博基尼 居然成为了一个性价比之选 虽然这台Merchelago 是兰博基尼 被奥迪收购以后生产的车辆 但这副V12 可是正宗的兰博基尼发动机 兰博的发动机 就有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名牌这里会写上 每一个缸的点火顺序 而你比起V10的那些懒博基尼 你就起码多了两位数字 这种就叫尊贵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车是完全没有体感的 你并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恐惧 这个就是四驱的威力吗 这不是当一个意大利的蓝牛 加上夸走 它升旗的组合吗 我立刻在谁 当你把法华关掉了以后 这台蓝牛才真正得以释放 70%的动力传递到奥轮 30%的动力传递到前轮 这就是一个安心和好玩的一个平衡 哇哦 呵呵呵 哇哦 为什么它一定要用四驱呢 当年其实这个电子系统呢 是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 一台580匹的手动挡车 可以驾驭的人呢 应该是寥寥无几的 但加上这套四驱系统以后 你就发现 它变成了一台直线战神 0到103.8秒 这就像是今年你告诉我有一台车 0百1.8秒一样震撼 而为了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作死 顶死油门 它还为这台车 配上了一个335宽度的轮胎 你要知道 同样是直线战神的911 Turbo 当年轮胎还不到300宽呢 我不知道给我一台 纯正的意大利蛮牛 像Diablo啊 Quintus啊 我是不是能笑得如此的开心 有可能我一脚游下去 我就把车给创了 但现在这台Merchelago 它就是那一台 诞生在那个汽车新老交替 千禧年新时代和旧时代的结构 这台车发现今时今日一点都不快 我甚至跑不过一台未来 但放在22年前 这绝对是一个工业奇迹 我想了这台车100种可能开起来的样子 但是我偏偏没想到它开起来的是舒服 外面的隔音也相当的好啊 再加这个舒适的悬挂 再加上这只厚实的意大利真皮大沙发 再加上这个前脚举身 只要你舍得的话 加上这个四驱 没准可以支持你去跑一趟318国道啊 其实你看到这里你也明白了 奥迪是真真正正救活的南部机 你不仅在资金上 在研发上给了支持 更重要的是它让一台满牛变的 正常人能驾驭了 你能开着它走一条正常的上下班的路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你真的足够任性的话 拿一台Merchelago的大牛呢 你是可以在焦点车选车的 这就是兰博金尼的Merchelago 其实南部机尼的每一台车 都以一头斗牛的名称来去命名的 而Merchelago在西班牙语里面 就是蝙蝠的意思 无独有偶 这台Merchelago是蝙蝠侠三部曲里面 第一和第二部里面布鲁斯韦恩的作家 你就可以看出这台车 它在当年是有多么的风光 这就是应该是一个首富的作家 其实这台车我刚才说了很多 我说好开V12手动力 但所有这些优点都不足以去比美它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外观 你知道当年法拉利跟它竞争的车型是长啥样吗 我们看一下图 所以现在我小时候我一直认为 兰博基尼是要比法拉利更高端的 这就是每一个男孩心目中那一台梦想跑车 你一个王杰克我都说了 你永远有好车都不会想起叫我似的 大家看到了吗 当你的车足够漂亮的时候 你不需要约一个女孩 它都会主动出现你 其实坐在车里没有觉得很大声 大声的这个车很舒服的 当然如果你的车有一张我们贴纸的话 女生可能就更喜欢了 什么什么 你心口包什么东西 同意的 你知道它空调在哪里吗 不知道 我这哪里 哇 我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前的富加州这种东西 我多可怕 我超可怕 好可怕 这车好快 好快 可是它是很稳的 那种快速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它开起来 法拉利430轻松一点 有点出乎意料 有点离谱的轻松 我觉得一台这样子的车 这个年份这种造型 这个设定 它所有东西在我上车之前都在告诉我 我很难开的哦 你要小心哦 但是它开起来又是如此的轻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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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认为啊 嗯 二十多年前的人接触到这台车 应该比我们接触到特斯拉的play要震惊的多 就像我们去看侏罗纪公园 你只要带入了当时候的那个情境 你才能明白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好 人类为了速度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却研究出了一些这样子的怪物出来 我没有在2001年开上了Centember Chicago 但我有在93年看侏罗纪公园 我就哇 哈哈哈哈 再干嘛 大牛好牛啊 这有没有一种那种鸡肉男 然后你觉得啊 他是不是很震惑公子 然后发现他可温柔体贴了 然后原来是一个暖男 但是他却有着最火辣的身材 还没感觉啊 好难引用 他其实像是一个不属于我这个世界的人吧 然后我今天居然跟他插出了火花啊 我想问到底哪一种更吸引你 就是那种看起来人出无害赢家呢 哎呀很狂有哇的那种 还是那种看着火花多 我喜欢表里如一的啦 真的啊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车的插出了火花呢 他表里如一啊 他外观就是那么狂野 那么帅 对你也是那么狂野 哦我知道了 你就是喜欢那种 就是很狂野 但是你hold住了他 你觉得你征服了他 是不是就是这种掌控感 对 就是爽来自于这种掌控是不是 对 我小时候我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车 我第一次看黑暗骑士的时候 我当时以为说就是 一个道具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车不会长成那个样子 你以为是蝙蝠小专门打造他蝙蝠战车 对 你觉得手动挡是一个加分项吗 这个车 绝对是 他不会故意去呈现一种很难驾驭 然后他其实很愿意去接受我 甚至当我开得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包容我 这才是一段良好健康的关系 老娘就是一个能开第十二手动 拦摸基尼的女人 大牛这很重要 太好了这个车 我觉得就是很久没有那种特别心动的感觉 然后开着这个车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感动 因为明明我对这台车是没有任何的情怀 或者它也不是我的冲车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台好车 因为它告诉我的是你很棒 你开得很好 你是可以开的 你继续加油吧 你OK的 我这台车是一台二十年前的车 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我其实原本觉得说我下来会有很多话说 但其实也没有 就是有一种失语的状态 就是太美妙了 这个晚上 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传达 我觉得这种美妙是 真的不好意思 你体验不到 太棒了 你看我都说 开上这台车 小则 油轮车 大则 是惊呼小叫 别在看我会感觉 还有很多人都会感觉 其实这些老车 无论在性能上 舒适性上 科技上 跟新车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但就像手动挡一样 它们就像是一本行走的历史书 它告诉着你 在二十年前 人类的工业 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但正是因为这个车 已经二十多年了 轮胎根本找不到 一条库存的轮胎 也要四千多块钱 我们买几条新胎 给车主的真是大出血 大家还是要支持一下 我们的贴纸 和我们最新的手动挡T恤 来给我们回回血吧 跟着下一集的手动挡专题 我们将带大家去看一台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V10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